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8日顺利杀青 这也标志着这部象星 中国建国70周年 县里的年代传奇大戏 正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左道右依次与大英雄导演张同 演员贾青 演员李佳航 导演严峻里疑点待命 再现中国人民 抗战的英勇场面和无畏精神电视剧《大英雄游谷》编剧张同 严峻里执导 敬雷任之偏人 毛卫宁担任艺术总监 李佳航 贾青 王子权等主义 抗戈了在危难时刻 重燃国民 希望被国圈区的三百余万川军子弟 抗戈了在英雄背后给予鼎力支持的中国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港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要不断推出欧哥党 欧哥祖国 欧哥人民 欧哥英雄的精品力作 可以说 电视剧《大英雄》的创作 是对四个欧哥的有力响应 从题材选择 故事内容 主题呈现各个环节 上斗体现了四个欧哥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理想 该剧以广安无盛 宝珍塞 段氏家族年轻一代为视角 反映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代洪流中 弟弟断英雄在各个断英节影响下抛家事业 出窗抗战 最终走向革命的故事 影片一段英雄的成长历程和思想转变为主见 运作者的视角及一段荡气回肠的感人故事 再现了四川乃至中国人民 在抗战期间的英雄世界 李家杭世段英雄 大英雄着眼于时代浪潮下的小人物 以一系列历史大事件为背景 将平凡的小人物放置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潮中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仰 合不屈的革命意志 全局用现实主义手法 真实描绘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 一个普通小人物 向革命者升华的人生之路 该据从段家的家族故事着手 以点代理 生动呈现了中国人民 抗战的英勇场面和无畏精神 从段未卿拯救一方百姓 于水果 导他的儿子段英雄 不断探索家国自强的道路 观众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一份家国情怀的传承 作为一部年代戏 大英雄艺术地表现了年轻人的奋斗和理想 必将在当代年轻人心中引起强烈共鸣 一丝不苟 并成功降精神 贯彻精品战略多年来 山影制作一直坚持精品战略 重点剧目都会集中优势力量 杜绝粗质滥造 以小大政创作精神为指导 在启用编剧 导演 演员 组件派摄制 这个团队方面 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从而保证每一个环节的高标准 也要求 在大英雄的前期创作过程中 主创们进行了多次的实地采访 深入了解川东文化 其川军初川抗战的历史 获得了大量详实的一手资料 编剧古凯老师精心打磨剧本 历史三年先后进行了十多次修改 最终创作完成了一个精彩的故事 在拍摄过程中 大家怀着对英雄精神的敬畏 一丝不苟 严谨对待 表现出令人敬佩 令人感动的指引素养 在38度的外景环境里 李嘉航身着女子大衣表现得泰然自若 其实全身早已汗如雨下 当狂风暴雨不期而至 所有人的第一反应 都是去保护设备和现场 大雨刚有停歇大家便继续开工 贾青等女演员在剧组开开 前就开始了不间断的动作训练 在现场更是表现出与剧中女主角一战红 一样的豪爽 泼辣 不拘小节 成功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 敢爱敢恨的女灵雄形象 贾青是一战红 除了镜头前的这些英雄们 更有一众大腕作为幕后英雄 为该剧保驾护航 该剧艺术总监毛卫宁 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情有独钟 对年代戏的掌控能力 堪称业界翘楚 现场的监视器 前面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谈笑风生的指点 保证了这部年代戏的艺术高度 该剧制片人敬为在艺术上一项精益求精 为出精品不计工本 为保证拍摄效果不惜剧资 搭建了该剧的核心场景保真塞 他本人也是不辞辛苦跑遍了藤殿 上海 四川 像山等的选择合适的拍摄场景 力求将该剧的年代戏质感做到位 张同 严峻里两位导演 在这部戏中亲指导同 为保证拍摄进度各带一组黑白不分连轴干 他们两人都喜欢并擅长运用长镜头拍戏 大英雄的许多大场面都是一镜到底 视觉效果非常震撼 有几场重头戏严峻里导演 还亲自上阵 举着航拍机拍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剧的剪辑师廖威 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剪辑过《马襄阳下相继》 《军事联盟》等不少享有盛誉的大作品 这是真正的幕后英雄 他的加盟必将让该剧平添许多光彩 厚重大气传承英雄精神 传递向上的力量山影制作出品的电视剧 一向以大气厚重建场 坚持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书写 具有时代精神高度和深度的中国故事 《大英雄》毫无疑问承袭了这一优良基因 是一部小大正的精品力作 《大英雄海报》这部年代大戏 讲述的是有关英雄的故事 不仅是一段佳话 更是一种向上的力量 该剧的创作初衷 就是让新时代的年轻人传承英雄的精神 坚定对祖国和人民最忠诚的信仰 《大英雄》是山影制作酝酿 已久的一次突破 以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未背景 用深刻的洞察折射时代 剧变下的世间万象 人心浮沉 努力达到文艺作品照射现实 震撼观众内心从而反思价值观的目的 在这部戏里 感谢观众内心